WXChooseImage可以在手机相册里面选择图片 或者可以使用相机去排成照片 这里我们用一下这个接口 WXChooseImage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可以去配置一下这个接口的用法 可以去设置一下最大可以选择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数量 Warrant它的值是9 再加上一个SizeType 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图像尺寸的类型 它是一个数组 里面可以添加一个Original 表示圆图 还可以有一个Compressed 表示压缩之后的图片 无论这两个类型都有 SourceType是这个图片来源的类型 可以是Album 就是手机相册 也可以是Camera 就是用手机的相机直接拍照 另外我们可以再去设置一个回调 添加一个Success 成功地选择了图片 以后会调用这个函数 一个参数就是Response 我们可以把它Log到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点一下页面上的这个按钮 在模拟器上测试 这里就会打开一个选择文件的窗口 可以选择一个图像的文件 那么如果在手机上测试的话 会打开手机的相册 让我们去选择照片 也可以选择用相机去拍照 如果这个SourceType里面只有一个Camera 点一下这个按钮 会直接地打开相机去拍照 在控制台上会输出选择之后的这个结果 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属性 TempFilePath 这里面就是一组文件的路径 TempFiles里面是一组文件对象 TempFilePath